日本高速渡轮已撞上鲸鱼,超过80名乘客受伤。 根据英国广播公司BBC的报道,日本海上一艘渡轮疑似撞上了鲸鱼,导致超过80名乘客受伤,事件就发生在3月9号的星期六。 当时这艘名为金卡号的高速渡轮正以80公里的时速从新西港前往左渡岛。 在当地时间中午12点15分时,渡轮疑似撞上了海洋生物,导致这艘高速船的水溢受损,船头还有15公分的裂缝。 根据日本外语新闻Japan Today的报道,海岸巡津指出,船上有120名乘客,4名船员,其中有13人受到骨折等严重伤势。 根据日本NHK报道,新西县上岳市市政水族馆副主任表示,由船身受撞击的损害状况来看,该船可能是撞上了一条鲸鱼。 目前正是小须鲸和坐头鲸大批通过日本海的迁徙季节。 而渡轮的船长小川武也已在记者会上公开向这起事件的受害者们道歉。 当地交通管制单位也已开始调查这起事件。